尊敬的慧平大和尚 各位法师 尊敬的朱居士 各位同修 大家尚无好 阿弥陀佛 非常难得我们又聚会在一起 以念佛的因缘聚会一处 如同弥陀经上所说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今天这么多上善之人 聚会在永宁寺 共同 门口那边新设计了一艘船 有点像航空母舰 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有缘人 走进这样殊胜的念佛道场 乘坐 弥陀大愿船 同等彼岸 这是我们 慧平法师 跟朱校长的功德 也是同修 也是同修们 念佛的稀有因缘 和殊胜福报 我非常随喜 非常赞叹 也祝愿大家 在这个道场 能够念佛 成佛 同生净土 这一次呢 我们有三天时间 跟大家共同学习 对应光大师 所开示的 灵中三大药 这一篇开示 对念佛同修来讲 非常重要 大家都来念佛 为什么念佛呢 很多同修脱口而出 求往生 那么往生 准备好了吗 还在准备 今天就是来准备的 大家可不要听误会了 我不是来准备往生的 我说往生就是等死呢 也有一部分 念佛的朋友 或许 或许 目前 不是为了往生 而来念佛的 比如 有的朋友 是为了求平安 求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 消灾免难 有些世俗的心愿 听说念阿弥陀佛 很灵 能够满自己所愿 所以我才来念佛 往生的事情 还没有想过 没关系 之前没想过 接下来可以想一想 哪怕我们从来都不去考虑 往生的事情 但我们最终 都要往生 这个地方往生 要说清楚 现在不少 智慧大众 听到我们讲往生 以为就是人死掉了 我们佛门很多同修 也这么理解 反正人都要往生的 当然都要往生 往生到哪里 可就不一定了 实际上 我们说的往生 就是指往生净土 广义的去理解 随便到哪一道去 也都可以说往生 这个往生 一般大众就理解为 人死了 所以很多人 很忌讳 谈这一桩事情 也不愿意听这个事情 实际上 这个事情 没有什么不吉利 每一个人 都要面对 尤其是对念佛人来讲 我们要更早地 认识到 往生的真相 这一生 我们辛辛苦苦 忙忙碌碌 几十年 再一眨眼就过去了 大家想一想 最后 能带走什么 最后 谁能够陪伴我们 最终 我们带着什么样 一种心态 去面对 去面对 我们的将来 有准备好吗 这个事情 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不能够 把它忽略 可能年轻 可能年轻朋友会想 这些是老人家的事情 我还年轻 暂时不考虑这个事情 人命无常 在呼吸之间 没准哪一天 严老王就把我们给 请去了 谁能说得准呢 佛经上有一个小故事 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 在这个城市里面 有一户人家 非常富有 家财万贯 这个富翁的儿子 年满二十岁 要结婚了 娶新娘 一家人的非常欢喜 新娘子也很漂亮 婚礼办完之后 没过几天 这个新郎新娘 就在自己的后花园游玩 这个花园里面 有好多名贵的树 这新娘就闻到 一棵树上的花 特别香 往上面一看 花这么漂亮 就伸手想去摘 摘不到 新郎看到就说 你喜欢这个花 那我帮你摘吧 正好身边 这些下人们都不在 新郎就自己动手 爬到树上去 摘了一朵 然后丢下来 还不过瘾 上面还有更大的 于是继续往上爬 爬着爬着 不知不觉 摘下来了 当场毕灵 还没有到七天 父亲闻讯赶来 痛不欲生 但是这个事情 已经发生了 要面对现实 就去请佛陀 来开始 这里面的真相 我的儿子这么年轻 我的家业这么大 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孩子 我就指望他了 现在出现这么个事情 我有点难以接受 但是 我深信佛法 我知道这里面 一定有因果 请世尊 为我 开始这里面的真相 世尊 先是为他安慰 说明 人世今 无常的真相 没有哪一个人 能够避免 男女老少 无一例外 这个事情是平等的 没有说 有钱人家的儿子 就不会突然死掉 没有说 特别有地位的人 就会更长寿 这都是由 每一个众生 过去的业力 所决定的 而当前 处在 处在 变化莫测的 静缘当中 谁能预料 接下来的果报 会是什么 所以 世尊 为我们说明 一个真相 人命 无常 在呼吸 之间 世尊 先是用 同样的 真相 安慰 这位长者 然后 说明 他这个儿子 受报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呢 过去生中 有一事 就是这个公子 死掉的这个孩子 有一天 带着三个朋友 四个人一起 游玩 干什么呢 去打小鸟 打猎 他们拿了像 弓箭 弹弓一类的 射杀 这些飞鸟的工具 在林中 打的飞鸟 可能 他的记忆 特别高明 一个子弹出去 就一直尿下来 他在这边打 旁边三个朋友 就在鼓掌叫 你的剑法太高明了 百花百种 再打一个 再打一个 就是种下了这个业 从那一世之后 这个造杀业的人 生生世世 都是短命 二十岁左右 突然死掉 不是意外 就是暴毙 然后他身边的 这三个朋友呢 以后生生世世 也都跟他生活在一起 成为一家人 有时候在天上 有时候在龙宫 这一世 这个人在人间 这个造杀业的众生 都做他们的儿子 为什么做他们儿子呢 让他们受暴 辛辛苦苦养大了 突然死掉 他们就会很痛苦 为什么有这个暴呢 因为之前 看他造杀业很欢喜 见杀随喜 看到众生被杀 还很高兴 所以现在 让他感受一下 自己的眷属 突然死掉的那种感觉 因果相应 这么一说 这位长者 才恍然大悟 原来 这是自己 之前曾经 造作的恶业 所以 才有这样一个果 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当前社会上 其实也很常见 只不过 一般人 考虑不到 这么长远 无法从因缘果报的角度 去看待 所以就会产生 更大的痛苦 就像刚才举的例子一样 一个年轻人突然死掉 一家人都很痛苦 年轻人死掉了 很痛苦 年岁大的人死掉 就不痛苦吗 也会痛苦 反正早晚都会死掉 死掉的时候都痛苦 为什么会痛苦呢 就是不明了 死亡的真相 更要命的是 几乎 所有人 就是普通大众啊 都没有准备好 要怎么去死 这样说很多人 死还要去准备吗 那不是找死吗 周围为什么来念佛啊 其实大家来念佛 就是准备去死 准备更好的去死 使得安心 使得快乐 不是安乐死啊 是说我们真正了解到 死亡的真相 对死亡没有畏惧 坦然面对 我们知道将来要去 极乐世界 有更好的去处 所以我们快乐 实际上 我们的老祖宗 早就认识到 死这一桩事情 无可避免 因此 古人对这个事情 是不回避的 坦然面对 马上过年了 很多人 在门上 还是喜欢贴 五福临门 是个字 五福 最后一福 就是善终 善终就是好死 人生最大的福报 好死是大福报啊 你看这个民间 两个人吵架 骂的最狠的话是什么呢 不得好死 以前啊 骂这个话就很难听了 现在还有比这个更狠的话 人 最大的福报 留在最后 就是善终 为了 为了 让我们人生最后 这一场戏 演得精彩 接下来 我们要好好地 彩排一下 这就是 大家来念佛 最为重要的原因 所谓求往生 这就是为往生 做准备 为死 我们要认识到 哪些事情 是必须要准备的 哪些 是可以把它提前放下 印光大师 将历代 关于临终 开示的这些教会 全部总结 归纳为 三大类 这就叫 临终 三大要 临终 就是 人 最后的时刻 这三桩事情 非常重要 尤其是 念佛同修 这一次 可真的要 仔细地记住了 听了之后 自己马上 就要做安排了 一般人讲 准备后事了 一点也没错 准备后事了 越早准备 心越安 不是坏事情哦 不过不理解的人 还暂时 不能跟他讲这个话 他会骂人的 是不是要助我早死啊 自己准备 这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这一篇开示 比较长 好在 在文字上 并没有太多 需要去 深入解释的地方 印竹说的 多半都是大白话 我呢 每一段都慢慢地 念一遍 然后再试着 举一些例子 跟大家一起分析 共同学习 世间 世间 罪可禅者 莫甚于死 而且 而且举世之人 无一能信 免者 一故 有心 与自立 立人者 不可不早 不可不早 为之 纪律也 这是 印竹啊 一开始 先说明 死 是人生 必须要面对的 大问题 毫不回避 世间 罪可禅者 世间 最悲惨的事情 莫甚于死 无过于死亡 而且举世之人 无一能信免者 全世界的人 没有哪一个 能够幸免于死亡 无一例外 所以认识到这个真相 有个好处啊 什么好处啊 别天天打妄想 求什么长生不老了 费尽心计 依然要面对死亡 但因为怕死 所以死的 就很可怕 就这么简单 一故 有心与自立立人者 因为这个缘故 有心自立立人的 是哪些人呢 就是修行人 学佛人 自立 自我觉悟 了生脱死 立人 则是菩萨 则是菩萨行为 在自觉的基础上 引导众生 出力轮回 自立立人 能够了生死 是真正的自立 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一切 如果不能了生脱死 都不算自立 什么意思呢 没有利益在里面 这一生所做的一切 全部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 历代那么多修行人 他们愿意放弃世间人 追求的功名利禄 荣华富贵 而去了生脱死 就是认识到这个真相 利人 这是发大菩提心 愿与一切众生 共同处理 这两种人 我们最起码 要有一种自我的觉悟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这一生下决心 了生死 出轮回 果然有这样的心愿 不可不早 未知纪律也 就不能不早做打算了 早 什么叫早啊 从现在开始 都有点迟了 你说应该什么时候啊 应该从生下来那一刻 就开始准备 人家还小着呢 我们不准备 死亡 却在准备 每一个人生下来 第一件事情 就是准备死亡 而且这个事情从来没停过 死亡就在那边等着 有人说 我们这一生 经历不同 想法不同 但最后都会同归于尽 同归到哪里 火葬葬 那是我们共同的归宿 真正觉悟的人 应该找一天 为这个事情做准备 但要说清楚了 做准备什么 不是天天在那边等死 而是要准备 自己将来的去处 是在心态上 先调整好 进而 为我们说明死亡的真相 实则死之一字 原是假明 以肃胜所感 意气之报警 故舍死身躯 复受别种身躯 这一段是说出 一般人所恐惧的死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则死之一字 原是假明 其实死这个字 它是假的 这个假明 什么意思呢 没有死这个事情 有明无实 这样说来 大家就不会死了 不会死了 人怎么还会死 那个死是假的 下面进一步说明 以肃胜所感 意气之报警 肃胜就是过去生中 过去生中 我们造作的善恶业 累积到这个时段 我们得了人生 要受种种业报 这一期的业报尽了 故舍死身躯 复受别种生躯耳 这一期夜报尽 这个身体 这个躯壳 死掉 然后再去找 另外一个躯壳 就像换衣服一样 比如夏天过去了 把夏装换掉 换成秋装 秋天过去了 再把秋装换掉 穿上棉衣 那么被换下来的 那个衣服 就好比是死掉了 我们现在神识 在轮回中 使一个身体 再换一个身体 就好像换衣服一样 过去我们可能 换了好多不同的躯壳 六道里面 我们什么躯壳都换过 所以不要羡慕别人 我们过去 曾经做过富豪 曾经做过天王 很荣耀吧 那现在为什么 落魄成这个样子呢 过去 做富豪 做天王的时候 把福报给折腾光了 到人间来 这是好的 不好的呢 我们过去 曾经在地狱 受过磨难 在恶鬼 受过饥渴之苦 在畜生道 受过被宰杀的痛苦 就单单说 我们这个人 这个躯壳 我们曾经 可能是外星人 上辈子 也不一定是中国人 下辈子 没准又成了哪里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死亡 换躯壳而已啊 但是因为这个躯壳 我们用的太久了 舍不得 就是要走的时候 这个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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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不得 就像衣服 穿了一辈子 舍不得换 这个衣服 离不开自己了 一定要让他死下 他就有痛苦产生 死亡的痛苦 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是印竹 为我们说明 死亡的真相 不过是换个躯壳而已 这里面呢 也暗示我们 这个身体 并不是我们的主人 身体不是我 但是 很多朋友实在想不明白 这身体不是我 谁是我呢 佛法里面说的我 是不变的主宰 大家冷静地去观察一下 这个身体会不会变啊 他有没有自己能做得了主的 不变的一个东西啊 没有 不用仔细观察 自己 拿照片翻一翻就知道了 十年前的 二十年前的 三十年前的 摆在一起 十年选一张照片 摆在一起 看看 哪个是自己 都在变 从小变到大 我们很欢喜 成熟了 顶天立地了 从大变到老 我们就不高兴了 从老变到死 我们就很郁闷了 简直不公平的 我们喜欢 我们喜欢接受 从小到大 为什么就不能接受 从大到老 我们能接受 从没有这个身体 到有这个身体 为什么就不能接受 从有这个身体 到没有这个身体 这是很正常的 自然规律 很多人说 我要了解真相 真相到底怎么回事 人生一大真相 就是这么回事 了解吧 彻底的真相 除了这个真相 其他的 全是假象 这个才是学佛人 要了解的真相 我们要了解的真相 不是天天去打听 他们两个人 在搞什么小动作 那两个人 在做什么坏事情 那不是学佛人 要了解的真相 那些是妄想 假象 学佛人要了解的 就是生命的真相 要弄清楚 我们在学什么 不知佛法者 只是无法可视 只可任笔 水夜流转 印竹感叹 不知佛法者 没有听闻佛法 或者听闻佛法 而了解的不够深刻 这都叫不知 就包括我们今天 很多学佛朋友 可能也常常到寺院拜佛 也常常参加活动 但是 一听到死亡这个事情 依然 会有很强的恐怖心理 这就是对佛法 没有了解 至少没有深入全面了解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一开始 就为我们说明了 生死的真相 我们要学佛 学的就是这个内容 但是我们今天很多 作为学佛的朋友 都是仕途像秦始皇一样 通过对佛法的学习 让我的寿命 从八十岁 加到一百二十岁 到了一百一十九岁 我再去做个什么法 加到一百六十岁 可能的话 一千岁 我也是能接受的 这是我们当前 很多学佛人 所谓的学佛 试图通过佛法 来躲避无常 这不叫自相矛盾吗 佛早就为我们说过 轮回之中 一切都是无常的 要想获得真常 真常是什么呢 真常就是心境 如果这个不容易懂 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要想获得真常 就是去极乐世界 最简单了 到极乐世界 那就是真常 在这个轮回当中 没有真常可言 不过是把我们这个 用的很旧的躯壳 勉强维持下去而已 所以真正知佛法者 不会这么想 但是知道的人少 所以希望作为念佛同修 真念佛 首先要认识到 这个事情的真相 如果认识不到 还是印足这句话 只是无法可试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说让一个怕死的人 怎么不死 你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灵丹妙药啊 没有办法 那说我知道佛法了 我念佛了就会不死吗 先别着急 知道佛法了 会念佛了 死这个概念就淡化了 那个恐惧的心理就消除了 然后再回过来看 就是前面说的 原来没有死这个事情 我们之前认为的死啊 是一种错觉 是不了解轮回的真相 而产生的 现在认识到了 哪里有什么死啊 不过是换件衣服 这件衣服穿得老旧了 那边有名牌等着我 还是免费的 我为什么不愿意 把这件脱下来换那一件呢 这是认识到 生死的真相 认识到这个真相 在佛法中就叫 了生死 了是什么意思 明了 了达 最终 了达 这是念佛人 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 不明了这个真相 真的没有办法 我也常常遇到一些 这样的情况 有同修 打电话 甚至世界找来 师父啊 求你个事情 我说什么事情啊 我老爸 病得很重 我以为他来 找我去给他重念 他说不是啦 师父啊 你帮我做个法 别让我爸死啊 我说这个我得去学一学 目前还不会 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 真相 缺乏了解 我们关心的人 关心我们的人 我们都不希望离开 人之常情 这是感情 但是 无常的真相 我们不能因为感情 而忽略掉 学佛学什么呢 学佛就是转情为智啊 把感情生活 对于这些 事关 生死存亡的事情 不能感情用事 要多少有些理智 后面都有讲到 比如家里面有老人 病重了 无药可救了 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再指望 他会奇迹般的好起来 有人说 那不是这样 我还学佛干嘛呢 他一开始就是打这个主意 接下来会对佛法大失所望的 那就是一开始 没有去了解 佛法所讲的核心内容 佛法所讲的核心内容 不是让我们去改变无常 而是让我们去面对无常 在无常中 不断地提升自己 认识不到这一点 哪怕学佛 也不过是在佛法中 种个善根 几个善云 无常到来 依然是无药可救 所以不知佛法 简直是无法可舍 没有办法 你说还有什么办法 让他不死 有人说了 我去修个药师菜 听说药师佛可以保命 你去试试看 短一点的 还可以 有些延长的可能 三年五年 十年八年 通过修缮 积德 寿命或许可以延长 再长几十年 也是可能的 但最终还是要死 我永远不要死 我害怕 你帮帮我吧 佛你慈悲的 佛没有这样实现 佛陀自己 都舍掉二十年的寿命 佛原本可以注视一百年 提前二十年入班涅槃 二十年人世间的寿命舍掉 佛陀的父王 净犯大王 临命忠实 抓着佛的手 把佛的手放到自己胸口上 什么意思呢 要求佛救救他 知道佛大慈大悲 有无量威德 请佛来救救自己的命 世尊没有让他满这个月 就是对净犯大王 世尊并没有按照净犯大王的意愿 延长他的寿命 而是告诉他一个真相 无常是世间的规律 然后劝净犯大王念佛 认识到这个真相 这么短暂的躯壳 有什么好去留恋呢 有更大的升华空间 有更好的去处 为什么不欢喜面对呢 这是对知佛法者所提供的方法 就是我假如到佛法里面来 想要寻求这样一个方法 佛法能给什么帮助呢 就是这个帮助 并不是别的帮助 所以映主当年在世的时候 很多这一类的情况去问映主 映主都是用这个标准去回答 有病 小病 看医生 念佛 大病 这个大病就是绝症 医生宣布不救了 念佛吧 你说不想死 先念佛 把那个想死不想死的想法放一边 映主怎么说呢 如果寿命还没有尽 尊心念佛 病就慢慢好起来 业障消了吗 如果寿命尽了 这个世间的语言告一段落了 尊心念佛 就会感得佛来接应 你不用担心 佛会不会接错啊 我本来不该使的佛来把我接走了 那你对佛太没信心了 这点事情佛都摆不平 还叫什么佛 既然来接了 那就是这个世间语言尽了 除非自己还有留恋 还有别的什么姻缘 否则有什么理由不去呢 这是映族在开示当中 常常叫人的 这里也是说的很明白 不明了佛法的人 面对死亡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可认比随夜流转 那只能够顺其自然了 造什么业到什么道 生前如果造作善业多 临命中时 就会由善因缘出现 我们讲的善忠啊 善忠我们也可以 给它分个档次 小善忠 小善忠 我们会看到 一个老人 他吃饱了饭 躺在太阳下边晒太阳 家人以为他睡过觉 可是中午过去了 没看得起来 到了晚上再去看 人已经走了 没有病 没有任何 死亡的征兆 这叫善忠啊 受忠正寝 就是这个事情 就睡着睡着走 善忠 小善忠 中善忠 这一生 没有做过亏心事 随时躺在那里 闭上眼镜 都是心神安宁 没有畏惧 要走的时候 自己 好像能够感觉到 一点都不害怕 也就是说 他对死亡 好像 是有准备的 但是不那么明显 这种人已经很少了 大善忠啊 就是我们说的 欲知识知 自在往生 提前 什么时候知道 聂佛人将来 如果真有 这个成就 不得了啊 大成就啊 什么时候往生 自己知道 很多人会奇怪 这个事情也能知道吗 一点都不奇怪 什么时候知道 要死 现在又不是什么 稀奇的事情 死刑犯都知道 后天要枪决了 不是 欲知死之了吗 只不过呢 这个死的有点惨 修行人 大修行人 对于自己的生死 他能够自我安排 这就是我们在 历代 在往生传记中 所看到的 走得很自在的 有些欲知实质 提前跟大家说 我一个月之后 要往生了 或者几天之后 要往生了 开始大家还以为 他说着玩 到那一天 他真的走了 大家才知道 是真的 那还有一种 更自在的 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走了之后 想什么时候回来 马上又回来 这一种啊 得大自在 那是大大的善众 但是这一种 在修行人当中 也不多见 我们看到 过去啊 有这样的 案例 很精彩 比如 有一位 有这个功夫的禅师 我们习惯上 教这些修行人 都称禅师 年纪还很轻 他四十来岁 有一天就跟 自己的弟子们 信徒啊 宣布 师父一个月之后啊 要往生了 就是要死掉了 而这个话一说呢 这些弟子们开始都 表孝心啊 师父你不能走啊 你要走了 我们怎么 亲近您啊 我们要 尽孝 师父说 好啊 一个月时间 你们准备死后 拿来供养我的东西 现在都拿来 免得我死了之后 用不到 一个月时间 如果还不够呢 我就再延长 大家以为 这师父开玩笑了 然后 这一个月呢 也就陆陆续续 大家都表表心意 到这一天 师父真的 谈教风生 既然你们以为 我不是真的 那我今天就走了 说完 坐在那里 就走了 大志宅啊 原来死亡 不过是个游戏 这是真正 了达生死的人 善中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能够走得很安心 就相当不错了 你看现在社会上 还有多少人 能够得善中的 一般不是病死 就是气死 能够像刚才说的 那个小善中的人 都不多见啊 所以这些地方啊 印竹为我们说明啊 如果不了解佛法 那就随意也流转 走得好 去处就好 走得不好 前途堪忧啊 走得不好 将来去除不好啊 去到地狱 恶鬼畜生 为什么去那里啊 狐狸糊涂去的啊 如果清清楚楚 怎么可能去那些地方呢 什么叫狐狸糊涂啊 带着烦恼 带着痛苦 这样离开的 举个例子吧 一个人带着怨气 心很不平 生病了 生病了之后 还是愤愤不平 气死我了 某个人气死我了 某件事气死我了 不要说严重不平 小小的不平 忽然一口气上不了 走了 到哪里去啊 诸位常常听经 多少能明白这个原理啊 带着这个怨恨心 会到哪里去啊 到地狱去是吧 想不想去地狱啊 很多人问 有没有地狱 有没有很简单 自己去验证一下 怎么验证啊 把自己气死 死了就下地狱 地狱就是气死了去的 带着称惠心 落地狱 恶鬼是什么呢 严重的贪心 都快要死了 还贪这个 还贪那个 还舍不得 做恶鬼 所以念佛人要注意了 后面开示中 印竹特别强调 念佛人 要提前把能舍的都舍掉 要不然 那个鬼习气 会拉住我们 这些就是 每一个众生的一夜不同 临命中时 随夜流转 按照地藏经的说法 不仅仅是平常没有修缮的人 临命中时会恶业现前啊 哪怕就是修缮的人 临命中时都还免不了有些干扰 哪些干扰啊 冤亲债主 他变成家人的形象 出现在面前 他躺在床上 跟身边人说 我看到某某人来了 他已经好多年不来看我了 怎么这个时候来看我了 他说的已经死去的人 旁边人要提醒他了 那不是某某人 那是冤家债主 来找你讨债的 不要理他 赶紧念佛 那就对了 否则的话 跟他去了 那就会多恶道 这些事情 只有佛在经上 为我们说的明白 接下来 专门讲一讲 念佛人应该如何面对 今既得闻如来 弧度众生之净土法门 故当信愿念佛 预备往生之粮 以其免生死轮回之患苦 正涅槃常住之真乐 今天我们既然有缘 得闻如来 普度众生之净土法门 幸运啊 五两节以来 最稀有的因缘 这一生遇到了 遇到念佛法门 我们要知道幸运在哪里 有很多人说 听到阿弥陀佛有什么幸运呢 我倒感觉还倒霉呢 听到阿弥陀佛好像很不吉利 有不少人会这么说 以为念阿弥陀佛是超度使人的 一听到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觉得不对了 合上来超度使人了 就会有这样的误会 所以我们要说清楚 遇到净土法门 是我们这些凡夫众生 在轮回中 一个绝佳的 处理机会 能抓得住这次机会 轮回就彻底超越 而且直接成佛 如果认识不到轮回之苦 也根本没想过 处理轮回 那对这个事情 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真念佛人 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既然我们有缘 遇到释迦如来 一切祝佛如来 普度众生的净土法门 故当信愿念佛 故固然 应当安下心来 深信 发愿 老实念佛 准备 往生的资粮 信愿念佛 这是往生的三资粮 之前 曾经跟大家 共同学习过 信愿行 三资粮 头一个 要深信 深信啊 作为信吗 信不信 真的很信吗 再考虑考虑 这个信都不够 信不信啊 我太相信了 说这么认真也没用 信什么呢 我们很多时候不知所信 所以这个信不能迷 多少要知道 我们信的是什么 知道一点信的才深 信是什么意思呢 不疑 有丝毫怀疑 就不能叫信 我们现在 很多时候 是夹杂 疑惑 在其中 那为什么会有疑惑呢 两个原因 一个是真的不了解 另外一个是 自己想的太多 本来是可以了解 可以相信了 但是自己妄想太多 越想越远 以至于影响自己的信息 第一种 了解不够 我们要加强了解 多听经 多闻法 第二种想太多了 那就没必要了 要把那些想法 给彻底的打掉 深信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所说的 西方极乐世界 是真相 这样一说 很多喜欢 抬杠的朋友 马上就问过来了 你怎么知道是真相 你有去过吗 这一类的问题 全部都来了 我们很多同修 也会被这样的问题 给问倒了 你们相信极乐世界 你去过吗 脱口就来了 我们不用正面回答 先问问他 你这个人有爸爸吗 他会说 我怎么没有 有啊 你的爸爸有爸爸吗 肯定有啊 你爸爸的爸爸 还有爸爸吗 也有啊 你见过他们吗 就按照你这个逻辑 没有见过就没吗 所以你先没有 我不承认你这个 你是真的 你从哪里来的吗 这样的逻辑 讲不通吧 没有见过就否定 显然不科学 宇宙之大 无其不由 哪里是我们这些肉眼繁复 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能够彻底见到的 所以对这些问题 不要急 也不要急着 用他的逻辑去回答 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那叫刁难 净土客观存在 我虽然没见过 前人见过 前人见过已经不在了 佛见过 佛的话你就相信吗 我宁愿信佛 我也不信你 因为佛可信 就这么简单 古人说的好啊 宁信佛语 错过此生 这个错叫将错就错 西方极乐 也不要信一般 世间凡夫的这些 刺涉而非的言论 佛没有任何理由欺骗我们 如果你一定要说 西方极乐世界 用什么方法能证明 不是没有方法 就是论事 是可以证明的 问题就是 你要证明吗 就是有人说 极乐世界有没有 我想见见 你想见吗 跟刚才去地狱是一样道理 你想去地狱 自己把自己气死 做地狱 那就是去地狱 最快的方法 要想去净土 也很简单 你用三年时间 拼命去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自在往生 你就见到了 你不是想印证吗 就这么简单 方法很简单 科学的态度 就是去见证 去实践 你不讲科学吗 那你去实践 我们都是在这么做的 我们不怀疑 所以我们也不着急 这样一个一个去 加以推敲 分析 最后才去建立信心 我们的信心 建立在圣言量的基础上 世尊为我们所说 和情和理 这就完全可以 建立信心了 不要用那些 是是而非的逻辑 来推敲 讲不通的 但是这些 是是而非的逻辑 居然被很多人认为 很有道理 我都觉得奇怪 那至少怎么回事 这么简单的逻辑 居然都能够问到所有人 我们没有必要 按这个逻辑 去推敲 佛净土的存在 诸佛净土 客观存在 就如同 我们现在宇宙当中 科学家在不断 新发现的那些 新的星体一样 没有发现之前 它就不存在吗 早样存在 你有没有发现 它一直存在 早发现的人 给我们说了 我们不相信 我们不相信 它还是存在 相信的人 不是傻瓜 不相信的人 也不见得聪明多少 所以对这个事情 我们无需 花费太多时间 去解释 深信 深信释迦牟尼佛 所说 真实不许 深信 阿弥陀佛 对众生的承诺 丝毫不加 什么承诺呢 凡有众生 信愿念佛 阿弥陀佛 一定会成愿来赢 大家可以放心 这是宇宙中 第一可靠的保险 阿弥陀佛 大保险 只要众生愿意这么做 阿弥陀佛 就成愿来引进 深信 深信这两个 一般人来讲 就可以了 把心安下来 进而 深信 我这一辈子 到这个世间来做人 就是要回净土的 作为念佛同修 要有这样的信心 你可不要想 不是的 我这辈子是来 是来跟某个人结婚的 是来找某个人相爱的 是来做什么事情的 那些全部都是儿戏了 儿戏有没有演完啊 快演完了 年岁大的老朋友 回头想一想 演得差不多了吧 该落幕了 年轻的朋友可能 还演得热火朝天 没关系 很快就过去了 这些都是过场 遇到念佛法门 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终于找到了 我这辈子来 就是要借做人的机会 到净土去 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 抓住这个机会 这一生就一定能成功 信佛 信自己 一定 不会空过 得人生的几缘 第二个愿 愿是什么呢 心甘情愿 欢欢喜喜 就像我们喜欢 做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肚子饿了 要吃饭 愿意吗 肚子饿了 要吃饭 愿意吗 还用问愿意 就多此一举了 固碗端起来 狼吞虎咽 赶紧就吃饭 哪里还愿意不愿意啊 他就要表示 我愿意 我很愿意 不用啊 什么叫愿啊 根本来不及跟你解释 就已经去做了 这叫愿 所以愿跟行 其实是一桩事情 但现在很多 念佛同修 把愿跟行分开 也天天在佛前发愿 愿我临终无障碍 阿弥陀佛远向寅 愿往生净土 但是那个行 就把它给忽略掉 愿 就是欢欢喜喜 当下奉行 愿意做 愿意去 愿意这样过生活 行 行是什么意思啊 行就是动起来 有所表示 谢愿 是没有办法 从外表去判断的 只有我们自己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信于不信 自己清楚 你也不需要表示出来 跟任何人 去说明 因为这个事情是自己的 但行呢 却是大家能看得到的 行是什么呢 老实念佛 这一句话 包括了所有的行识 老实念佛 什么叫老实啊 就是本分 这里面包含了 本分做人 本分做事 本分念佛 安心的念佛 果然这样 妄想就会慢慢少 少很多 甚至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疑惑 也都会不知不觉中 不见了 心安 很多道理 在念佛过程中 不知不觉 忽然明白了 老实念佛 就是所有行识的组成 这是简单 再回顾一下 信愿念佛 预备往生之良 准备往生的本钱啊 以期免生死轮回之患苦 我们这样做 只有一个期望 就是只有一个愿望 这一生一定要 了生死出轮回 为什么要了生死出轮回啊 轮回太苦了 生死太苦了 还没受够吗 有些学佛同修啊 学了佛之后 生活中 遇到很多不如意不顺心的事情 就开始怀疑 我是不是不敢学佛啊 为什么我学了佛 会有这么多这么多不顺的事情 还有就说 我是不是学的不对了 首先呢 该不该学佛就不用考虑了 学佛没有该不该 遇到就赶紧学 所以学的对不对 自己冷静反省 及时调整就行了 但是有一点要说清楚 不能因为学了佛法之后 遇到种种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 就认为佛法不灵 或者我不应该这么学 这是我们对佛法的知见 还不够全面 才会有这样极端的想法 哪怕是大修行人 在自己的生活遭遇中 也常常会遇到一些逆境 磨难 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大家 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 听说学了佛 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个话其实也没错 什么叫一切都会好起来 什么是一切啊 心就是一切 心好起来 一切遭遇都将会好起来 哪怕在别人看来 这个遭遇很不顺 但因为他心态好 他没有认为这个不顺是坏事 他就是好的 那这个不顺是怎么回事 那个不顺正好是让我们认识到 世间的无常 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凡夫 在轮回中的无奈 直接了当地说 让我们认识到 出离的必要性 这个时间很苦啊 所以过去廉池大师 就给我们讲了 好多生活中的例子 来引导我们 正反两方面的遭遇 都好念佛 做事情顺利 正好念佛 做事情不顺 正好念佛 做事情顺利 没有牵挂 不正好念佛吗 做事情不顺呢 事情都不顺了 你还牵挂他干嘛 正好念佛 家里面儿女孝顺 正好念佛 孝顺的儿女 你不用牵挂他 他自己有前途的 而你不孝 这个不孝子 你想他干嘛 正好念佛 家里很有钱 你钱都那么多了 你还不念佛干嘛 我没钱 钱都没有 你还想什么 不念佛 这就是一种好的心态 觉悟的心态 我生病了 不能动了 你都不能动了 不念佛 还忽视乱想 干什么呢 我身体很健康 我来到处跑 到处跑 正好来念佛 不要跑天 去别的地方去 这就是一种觉悟的心态 学佛不是让我们改变外边的一切 而是教我们改变自己的身与意 三叶 三叶 三叶好 这一切都好 哪怕遇到别人看来 这充满磨难的这些事情 消业障啊 如果你感觉这里面苦正好啊 发出离心啊 你看 祝佛菩萨太慈悲了 唯恐我在这边舍不得 让我受点苦 感受到人世间的痛苦 才能生起初灵性 赶紧跑赶紧跑 这地方真不是人呆的 我要赶紧去极乐世界了 这是佛菩萨大慈大悲 提供给我们的音乐 只有出离轮回 才能永远免去 这些虚幻的痛苦 这些苦是虚幻的 说白了 这些苦是假的 我们受这些苦是冤枉的 但是没办法 我们不觉悟 不觉悟受这些苦就活该 所以众生的苦哪里来的呢 迷而不觉 产生的 一念觉悟 正涅槃常住之真乐 现前能够觉悟 现前就能 正涅槃常住之真乐 将来 往生净土 那是永恒的 常乐 涅槃翻译为元祭 功德圆满 烦恼寂灭 涅槃有常乐我敬 四种 功德 实际上 常乐我敬 就是用来描述 佛是怎么过生活的 我们的生活是正好相反的 我们是无常的 我们是痛苦的 我们是做不了主宰 不自在的 我们的生活充满污染 不清净 成佛是怎么回事呢 常乐我敬 这就是中国梦 世界梦 全人类的梦 最值得追求的梦 大家一起做梦吧 做这个梦 就是追求 常乐我敬 你说有什么生命会反对呀 不希望快乐吗 不希望幸福吗 不希望快乐幸福永恒吗 全世界的人天天在追求的 不就是这个所谓的幸福 美好的生活吗 而佛法中为我们说明的 是幸福美好生活的极致 达到大圆满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真相 就知道佛法多么可贵 为什么称之为宝 因为他能引导一切众生 获得幸福美满 永恒的安等 念佛人 我们念的这句佛号 就是引导我们 获得这种果报 其有父母兄弟 及诸眷属若得重病 事难痊愈者 依发孝顺慈悲之心 劝比念佛求生西方 并为助念 比病者由此时已 及生净土 其为利益 何能名焉 这是救世论事 直接了当 跟大家说明 我们身边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 无常的 这种现状 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面对 其有父母兄弟 金珠眷属 家里面 有家亲眷属 得了重病 事难痊愈者 医院放弃治疗了 这种情况 要说清楚 要不然 社会大众会产生误会 所以这个事情 要说清楚 避免麻烦 有人说 我生病了 师父怎么办 有病去看医生啊 那不是说 念佛很好吗 你先去看医生 我们现在 学聪明一点 要不然他一来说 你去念佛 他出去跟人讲 师父说 叫我不要看医生 叫念佛 那边有人报警了 法轮功回来了 说这个师父 叫人不要看病 不要吃药 又来了 所以这个事情 要说清楚 祖师也说得很清楚 佛法不坏世间法 当世间人认为 该怎么做的时候 大家先去跟着怎么做 医生可以看的病 去看 能看得好 很好吧 看不好的病 过来念佛 这你没话讲 世难痊愈者 一发孝顺慈悲之心 假如自己家里面的老人 父母亲有了这个病 病得很重了 这个时候 以慈悲孝顺之心 劝他念佛 并为之助念 谁去助念啊 你这一家人 不都是助念的同修吗 但是也不容易 一个老人 遇到这样的缘 那也是天大的福报 但现在不容易 很多老同修担心啊 我将来要往生的时候 谁来助念啊 这些儿女 儿女他们都不信佛 所以就围了男了 没关系 我们永宁是好多同修 家里没人助念的 可以去找慧平师父 我们有这样殊胜的语言 但是家亲眷属 如果有真正的孝顺 慈悲之心 应该发这个信 为家亲眷属 提供往生的助援 比病者有此时已 集成净土 其为利益何能名言 这里面的功德利益 是无法用言语去形容的 什么叫尽孝 这才是尽大孝 什么叫关心 什么叫爱护 这个时候 才是人生最需要关心爱护的时候 而不是平常 大家都吃得很饱 什么都不缺 在那边问寒问暖 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啊 这个时候 生离死别 人命关天 而且是生辰 最关键的时候 生就是处理六道 辰就是堕落轮回 这个时候 真正的关心爱护 那才叫大慈大悲 真正关心爱护自己的家人 应该在这个时候 提供必要的帮忙 其实不是帮别人 帮自己 因果嘛 怎么帮呢 金烈三要 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据 接下来 应主 从三个方面 为我们 说明 灵中 应该准备 哪些事情 应主很谦虚 说的话 很通俗 但是 这里面的 一离 都是从佛经里面 所说出来的 字字句句 都有出处 不是随便讲的 有根据的 家里面 有这种情况的 遇到了 就可以依照下面 所说的 这三个要领 如法 去奉行 这是 灵中三大要 前面 这算是 一篇介绍的文字 先为我们说明 生死 是世间无常的规律 进而 为我们说明 死亡的真相 了解到这个真相 可以消除恐怖心理 然后 以念佛人为例 说明 念佛人 应该以 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 死亡 其实 死亡 对一般人来说 有些恐怖 对念佛人来说 这是一个 升级的 大好机会 应该把握 这个机会 这一生 了生托石 往生 不得成佛 要想帮助身边的人 就以 接下来 这三大要 去一一 对照 如法落实 就好 今天上午 我们先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咱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